深淵實戰前我先有給玩這套隊伍的玩家做一個比較重要的提醒 就是如果你想萬葉輕鬆的確實的擴到雷 增到雷傷的話你最好在草神的草前先擴 因為你看我剛剛納希塔先上完草 結果克皇兩個都放技能了 結果萬葉還是擴不到因為他變機元素了 那你可能說那我先上雷 好我這裡示範了 我自己是先上雷然後再納希塔一個1 然後你看我還是用萬葉的1技能 結果還是擴不到 因為已經變機元素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透過特殊說法 像現在我先上個強雷 然後再上一個草 這樣子 剛剛有積雷共存的情況下 我就有擴到了 那或者是如果你先上到草了 那怎麼辦呢 也是可以 但你雷就是要上多一點 你看像是我這裡 讓他變成積雷共存 你看怪物的頭上 他現在的情況是積雷共存 這種狀態下是可以擴到雷的 那如果你聽不懂的話 你可以再倒轉 然後再仔細看一遍喔 反正如果你想要讓萬葉 能穩定的 非常確確實實的擴到雷 增到雷傷的話 你最好就是在上草之前就先完成 那你上草之後呢 你也是可以擴到雷 但是雷就要多一點了 就比較不穩定了喔 好那我接下來就要準備十人實戰啦 那所謂的玉皇達帝啊 就是玉呢就是玉恆星啊 這個克勤 那皇呢就是皇女啊 小那個皇女對 那達呢就納希達那個達 那帝呢就是 帝有兩種 一個就是夜天帝啊 就萬葉的一個稱號啊 這個我們玩家給他一個尊稱 就夜天帝的帝 那另一個呢就是鍾離 就是玉皇達帝呢 其實第四人也可以用鍾離 這也是玉皇達帝就是帝君 鍾離就是帝君嘛 好那這裡的生命實戰呢 我會把這兩套打出來 就是上半呢我是用萬葉的 下半呢是用鍾離的 也是給我們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等等生命實戰 我也不敢保證我的手法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因為這體系我也是剛接觸 我也在學習喔 那如果有做錯什麼順序的話 也希望大家包涵一下 那順便提醒一下 就是小艾咪的他這個奧茲啊 他是可以鎖住那個萬葉的增傷啊 就是萬葉的那個雷傷增傷 他是可以鎖住的 精通不能鎖 但傷害可以鎖 那這裡順帶提一個小知識喔 就是如果你忘了讓奧茲 事先鎖住增傷的話 比如說喔 破一下喔 他現在殺了一次五六九二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只要在萬葉的增傷期間內 還在給他叫回來一次 你看他就變六九零三了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深淵實戰吧 Let's go 先好像大叫做一套 快嗎 多擠出一半 突然就要一撥 誰讓我打天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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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よ!世の乱れを斬り尽くせ! ディア! 万歳の無 ふふ これこそが知恵の弁道 逃げ取る! かっ! かー! ディア! 行け! かー! はっ! そりゃ! 急がないと! お嬢様の仰せのままに! 陣営のごとく! 健康よ! 世の乱れを斬り尽くせ! はっ! まさかく前を見して なたくし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 はじこりなさい! はっ! はっ! そりゃ! はっ! たらさない! 魔人を襲せ! 行け! ふぅ はっ! はっ! 急がないと! はっ! かー! クモ! 覚えたわよ! 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 瞬く間に! 我が剣よ! 影に従え! はっ! はっ! 影の烏 は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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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ふん! はー! 陣営のごとく! は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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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っ! 小川づく бог! すごい! 術師もあるよ! ショーリュックな Sociale 牠の斧 valeur それはアサひらDEN なり! はっ! OK 上面站放真的是輕鬆20秒 ダメる ふふふふ 難航不落 張り取りなさい 姿を 行け 健康よ 世の乱れを斬り尽くせ 瞬く間に これこそが知恵の弁道 お嬢様の 行け 逃がさない お? 陣営のごとく ふわ たりゃ ふわ ふわ 行け え? 斬罪のな 痛くしちゃうさま 私のおうちにいらしぬまいが 影のガラスが ん 健康よ 世の乱れを斬り尽くせ ふわ 暗到了 おー 沒關係 好 以上 就是這次的玉皇達帝的組合 那 這個 玉就是 玉恒星克勤 那 皇呢 就是皇女 那達呢 就是納西達 那帝呢 可以有兩種 一個是萬葉 夜天帝 一個是帝君 好 那我們這裡就給各位看一下面板 那我首先先給各位看我上半的面板 我上半由於我是用萬葉啊 我那時候用萬葉的時候是用這個四座金箔 因為四座金箔它可以充當一個奶媽 而且還可以回能 然後我那時候攝影物呢 是 直接 好像直接用暴擊頭啦 因為 我基本上鏡頭都是交給萬葉的啊 就是 它那個天賦啊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天賦 它開大的時候是取最高的 所以我就最高就給萬葉了 對 對 那時候 上半的面板是長這樣 只是給你們做參考 做參考好不好 攝影物是這樣 好 然後命座是二命 然後 對 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上半的娜希達 好 那下半呢 我帶中尼呢 我是用什麼 下半的話就沒有萬葉嘛 精通就 我就恢復了 這個精通 那我頭呢 是直接 因為精通不夠 我就直接用這個精通頭 好 那 我下半用中尼的面板是 就是 長這樣算暴率真的很不夠啊 對 暴率是真的很不夠 我現在才發現我暴率是很不夠啊 嗯 啊 真的我已經打完了 我不想再重買了 反正 暴率是不夠啦 反正 我平常 平常是用暴擊頭 平常用暴擊頭 嗯 好 OK 那克琪呢 就 對上下都一樣 綠劍 金衣 然後 四爐雷 四爐雷是真的很爽喔 玉皇大帝的速爐雷 真的是很爽 然後是四命 是克琪是四命 沒有滿命喔 沒有 OK 然後天賦是七七十 好 皇女是這樣 好 雖然爆傷是不夠啦 不過我就隨便玩一玩而已啊 給你們做個參考好嗎 這個不是什麼頂配啦 就 基本上 我隨意搭的喔 剛剛才發現我炮傷這麼低 好 這個是萬葉 西服是月光 金衣 對就金衣而已 然後 我 這裡是因為沒有精通啦 我就比較尷尬 我沒有精通 所以 我只能用風箱的 對 我如果用精通的話 會湊不起四件套 尷尬一點 好 那 總理的話我看一下喔 在這裡 鬥尼面板是長這樣 武器呢 是金衣的護膜 聖遺物呢 是 這樣啊 這可以盤岩啦 但我好像沒有 然後命座是0命 然後天賦是這樣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次的 玉皇達帝的隊伍啦 我玩起來其實覺得還是蠻好玩的 玉皇 那個尤其是克勤 真的是體驗 nice 他真的是強起來 這個玉皇達帝他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 克勤跟 皇女啊 他們搭配這個天賦 這個斷墜的天賦啊 和行車這個combo 玩起來是真的還蠻爽的 還蠻舒服的 嗯 那喜歡的話 各自各位也可以自己去玩 那我這個配裝 剛剛我聖遺物給你們看面板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好幾個攝影物是調的不好 那你們就參考看看就好 好啦 那我們就 下一部影片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見囉 感謝各位的收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